今次和大家看的West End Season Bay 是在天水圍湿地公園1号 它旁边就是佔地大约有61公顶的湿地公園 严格来说它位置的地方 是属于整个香港西北最边附的位置 今次發展商推出的第一期 總共有6座9至10層高的低密度住宅大廈 和10座6層高的洋房 整個第一期總共提供的單位大約有1224個 預計關鍵日期在2022年6月尾 由於距離2024年立春日開始的下源九運地運 還有不夠3年的時間 加上當屋苑落成到收樓再到入伙的時候 相信會更加接近九運 我們儘管以下源九運地運來分析這個屋苑的風水大局 以Westland Seasons Bay作為中央立極來分析 它的西面對宮和北邊的坎宮 就是立著後海灣這個水局 而東北近宮至東南信宮一帶 就是立著旁邊的濕地公園和低蛙的地段 而剛剛說的這五個方位 原則上同樣都是以立著水氣為主 而地段上所立山脈的氣 就是以西南一邊、流浮山和源頭山一帶 至於正南離宮一邊 就是以立著平山至大南郊的公園一邊 雖然山起比較遠 但以寧靜神水的法則來看 某程度上都算是符合 正南見山、正不見水 這個較為當旺的法則 比起現時八運地運上錯配的情況來說 會對人丁運勢較為有幫助 尤其是以人丁的和諧度和和睦度方面 另外我們再微觀分析一下屋苑整體的報告 大家可以見到綠色寬線寬著的 就是前排十座矮一點的陽房 而其餘紅色寬線寬著的綠座大廈 就是排行後面 並且以一個括號形的形態來排列 整體來說是屬於前低後高的排列方式 而中間設有一個露天的泳池 這種設計也是常見的水聚天心格局 今集我想特別比較一下六座大廈的部分潮向 這六座樓每座都以L型的形態來建 單位自然可以各自產生出四個潮向 以發展商提供的大廈平面圖 和我實地以羅間去撼拆 得出了以下的分析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六座大廈來說 我認為以2A座、2B座、3A座和3B座 線道以納著座南向北的一邊單位較為首選 至於向著這邊作為朝向的單位是哪些 在這裏我不長期逐一去講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幅圖就可以見到 因為向這邊的單位 是納著一個旺財的線道上面 而且在外局聯頭 以望後海灣這個永久的水局為主 令到聯頭和里氣都算是配合 所以拿到的分數都算是高的 不過如果仍然要我比較的話 我就認為以中高層的單位 發揮出來的效果會更加好些 另外在這裏我想補充一句 T3B座向這邊的單位 其實是被2A座遮擋了後海灣的水局 但勝在內園仍然有露天泳池去彌補的不足 所以仍然算是可取的 至於向濕地公園一邊 原則上這邊的景觀很美 而且很開揚 立氣也夠廣 不過向這邊的單位 當中包括了2B座 3B座和5B座 至於向這邊的單位是哪些呢 都是那句 大家可以留意這幅圖就可以見到 正如剛才所說 這邊外局濕地公園的水局很美 但可惜了 立的線道只是一半而已 聯頭和里氣不算配合 所以分數也不算高 發揮出來風水效應只是一半 甚至有少少浪費了這個永久的水局 總括來說 由2024年立春日開始 就踏入夏源久運的地運 在風水學上 我們除了很重視一個物業的座向是否好 外局聯頭是否配合 內在的佈局是否可以發揮之外 其實也很重視這個物業 日後在風水效應上的延續性 所以以這個新樓盤來說 它的關鍵日期是在2022年年中或打後 到時距離夏源久運大約只是年多的時間 所以即使它仍然屬於百運的物業 但某程度上 亦都需要兼顧到久運時候的地運 內在的佈局是否可以有延續性的發揮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做法 如果大家想看到我們更多的風水命理 連上獎賞和易經的節目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按這個鐘仔